市面上GORTES衣服 各種樣式都有 因為標榜防水透氣 外套一件動輒上千甚至破萬 但真的有效嗎 市面上有很多假貨 是不是GORTES材質 其實從外表看不出來 我現在就把衛生紙放在胸前 接著把外套給拉起來 我們現在走入風雨走廊 來測試看看 可以看到呢 我現在已經走出了風雨走廊 接下來我們把外套給打開來 裡面的衛生紙還是乾的 三級風夾雜大雨 衛生紙一樣乾燥不受影響 但這一關只是基本要求 接下來還有更難的 什麼叫防水 什麼叫透濕 那我們把水加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它水是下不去的 透明杯的煙是整起冒出 但水卻可以鎖住不漏滴 下不去就是防水 那熱氣出來就是透濕 防水透氣過關 接下來再試試看壓力測試 把布攤平後灌入水 布位撐得隆起也沒破掉 我們再爆力一點 挑戰更大的性能 把布料裝滿水包好後 再用力敲擊拍打 毛鏡全力猛敲水沒滲出 布料也沒遭到破壞 再來防風測驗 把衛生紙放到一般外套旁 感受得到風滲入 衛生紙被吹得下半截亂飄 但GORTES的材質一上來 紙就像乖學生一樣 不吵不鬧 不亂晃 台灣在各個領域的機能性 都市占率非常高 不要有那麼多迷思 其實各大品牌的機能性衣服 幾乎都是在台灣 尋找原物料 我相信比重都會超過一半 業者透露光是GORTES材質 成本就要四到五千 市售一到兩千 那一種就是假的 恐怕真的一分錢一分貨 讓人看得好奇 也看出門道 記者陳時令吳品宜桃園採訪報導 好